申明,本站飛語網www.https//fearhistory.blogspot.com/. 自網路收集整理之書籍、文章、影音近供余覽交流學習研究,其書籍、文章、影音、情節內容、評論屬其個人行為,與本網站無關。 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,請在下載二十四小時內刪除,不得用作商業用途,如果你喜歡其作品,請支持訂閱購買,正版!謝謝! 二十三武丁大帝,夏運掌天下。在相待歷史上,武丁是最偉大的帝王之一。 他的偉大功績就是全面發動了對蠻夷的反擊戰,捍衛了偉大的相待文明。 武丁去世後,被尊惠高宗。在相待四百多年的歷史裡,能獲得如此尊號的只有四個人,開國之軍城湯尊惠高祖,太甲尊惠太宗,祖月尊惠中宗,武丁尊惠高宗。 四百年就只有四個人,可以稱得上是百年一遇的冥軍。關於武丁的歷史資料,仍是少得可憐。 河南因虛大量甲骨片的出土,給我們認識武丁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證據。 在武丁之時,因相不斷地受到外族的襲擾,而且主要集中在西面。 從這裏我們更加意識到盤庚東千因都的重要意義,要是沒有盤庚的東千,相帝國的處境將更加艱難。 在相帝國的外患中,最重要的有兩個,鬼方與土方,其中鬼方是最強勁的對手。 責罰鬼方是武丁最重要的一個事業。鬼方是何方神聖呢? 鬼方是相代中其崛起的一個遊牧部族,為什麽叫鬼方呢? 方就是方國,相當於部落或國家,鬼就是這個方國的名字。 古代歷史文獻中,關於鬼方的記錄行運不清,所以也搞不清這個部族究竟分布在那裡。 即便是兩千年前的漢代,對雙周時代的鬼方也毫無概念。 漢書,知,嚴助傳,有者摩一句,鬼方,小蠻兒也。實際上鬼方絕對不是小蠻兒,而是大蠻兒。 這個方國或者蠻兒部落的名字為什麽叫鬼呢? 古代鬼就是歸的意思,說文解字,說,人所歸為鬼。 就是人死了,靈魂去的那個地方。靈魂去了那裡。 誰知道我,天國也好,地獄也罷,就是狠遠的地方。 因此,一些學者認為,鬼方就是狠遠的蠻族部落。 狠遠是多遠呢?鬼方在哪兒呢? 有的說在北方,寫有,守神記,的東進文人幹堡說,鬼方,北方國也。 有的說在西方,三國時代學者宋聰認為,鬼方就是漢代西部先寧疆的前身。 有的說在南方,即經楚之地,明代大如王夫之別出心裁地認為,楚人上鬼,故叫鬼方。 有的說在西南,明代學者楊神說法比王夫之還不靠譜,他認為鬼方在貴州,因爲當地而人把貴州叫成鬼州。 各種說法互為矛盾,令人越看越糊塗。因虛考古大發現讓我們對鬼方的認識有了一個則的飛躍。 從出土的甲骨文記錄中,可以明確肯定一點,鬼方絕不是遙遠的角度,其距離因相不遠,頻頻繞邊,甚至攻打過帝國的成佛,是雙帝國之一大勁敵。 另外還可以肯定一點,鬼方是位於欣相的西暴。 在,後漢書,西疆傳,中,既有志於武町,精西茸鬼方,在同一篇裏,又有西諾鬼茸的稱法,因此我判斷,鬼方乃是屬於西茸的一個部落。 近代學者王國維寫有一篇《鬼方考》,他結合史料與出土器物,認為,鬼方之地,當在軒籠之間,或更在西,自無疑疑。 軒就是軒水,籠就是籠山。同時,他認為鬼方並不是,看書,中說的小蠻兒,而是一個強國,是世不知一大勢力。 武町大帝是洪財大略之君王,也是小心謹慎之人。他上台後並沒有急於發動對鬼方的戰爭,而是把精力放在鞏固權力,自理國正常。 在附說的協助下,雙帝國重鎮洪峰,因國大致。不過,附說仍然告戒武町大帝,不可輕啟戰時。 在《尚書》、《說明》、《中》、《附說》對武町如是說,為甲就喜容,為甲哥省缺功,王為戒之。 就是告訴武町,不要輕易輕夾兵,動肝鍋,發動戰爭。 這是因為國家的政治還沒有理順,養愛要先安耐,否則一旦開戰,必有後顧之憂。 鬼方與恩相的對峙,可為類似後來匈奴與西漢的對峙,最初蠻族一方是佔有優勢的,但最後仍以華夏的勝利而告終。 當年盤庚千刀,很可能就是受到鬼方勢力的迫伯,不得不向東遷移以備其鋒芒。 在之後數十年旅,鬼方的勢力在武町時代達到頂城。 為了徹底打垮鬼方,武町還在隱隱。 這位能夠三年不遇的君王,也能夠三十年呃身嘗膽。 隱隱是必要的,因爲相帝國漢上去仍然不夠強大。 盤庚剛剛把國家弄得有點起色,他的弟弟小新又搞雜了。 武町以三十年的努力勵徵逃致,終於扭轉小新以來相帝國的頹勢,國家穩定了,武力更強大了。 武町大帝磨刀霍霍,拔劍四孤,心中豪氣衝天。 他要以封利無比的刀�,證明自己乃是天下第一等勇士,他要在史冊上留下自己不留的名字與婚業。 據《金本築書幾年》的說法,《精佛偉方之》亦始於武町三十二年,終於三十四年,前後三年之久。 這一說法得到,周易,的印證,記制,饒詞者讓寫,高中佛偉方,三年刻之。 未制,饒詞,振用佛偉方,三年有賞於大過。 現代學者通過對甲骨文卜詞的研究,認為討佛偉方的時間是在武町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。 儘管與築書幾年,略有不同,有一點是明確的,武町佛偉方在執政大約三十年後,戰爭大約持續三年。 以今天的眼光看歷史,三年的戰爭確實算不上什麼,拿門光打小日本就花了八年。 但我們不要忘了,這是三千多年前的戰爭,當時的人力、物力、武器、補給等難以維持一場抗日持久的戰爭, 即便到了春秋時代,戰爭仍以短平快為主,絕少有一年以上的持久戰。 因此,武町土佛偉方的戰爭,絕對是一場艱苦戳絕的戰爭。 這場戰爭的具體經過,我們很難還原,不過從保留下來的卜詞裡,可以看出這場戰爭的重要性以及激烈程度。 卜詞中提到佛鬼坊、精鬼坊、唯鬼坊等字眼總計將近兩百次,以三年戰爭為期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三年大約一千多天,平均五天就有一次跟佛鬼坊有關的卜詞,這個頻率可以說是非常高的。 那麼武町大帝動員了多少兵力呢? 卜詞中有登仁三千、登仁五千的記錄,所謂的登仁,就是召集軍隊。 在土佛偉方時,召集軍隊最多的一次是五千人,一般情況下是三千人,總計召集兩萬三千人次。 當然,這個數字未必是完整的。在殷商時代,戰爭的規模比起後世要少得多,一方面是人口數量少,另一方面軍隊越多,後勤負擔也越重。 在當時的生產力水準下,不可能一次動員數萬或十幾萬人。 武町大帝征召軍隊的極限並不僅僅是五千人,事實上,他還曾經登侶一萬,就是召集一萬軍隊。 不過那並不是征罰鬼方,而是討伐僵方。對於武町大帝討伐鬼方,後世有過一些評論。 由於對這件事的詳細情況,史料甚少,故而古代以來對此戰爭的理解有頗多錯誤。 看書,中稱鬼方是小蠻兒,這是錯的,實際上鬼方是蠻兒中的佼佼者,勢力極強。 唐朝的孔詠達曾說,高中得實文明,而勢甚須被,不能即勝,三年乃刻。 話中的含義,武町大帝雖然文字不錯,但武功其實平平,對付鬼方這種小蠻兒,居然也花了三年的時間。 這種說法有點想當然,主要是因為相待的史料裏,對蠻族的興起並沒有詳細的記錄,吸人造成一種相帝國本來就應該紅是天下的假象。 實際上,雙帝國真正能控制的土地,並非很遼闊,而且在數百年間多次上演衰敗、復興、再衰敗、再復興的故事。 如果沒有武町大帝的中興武功,雙帝國可能無法延續四百多年之久。 經過三年的血戰,武町大帝終於打敗了鬼方,在之後一段較長的時間裏,鬼方元氣大傷,無力挑戰恩相帝國。 不過這個由木部落甚為堅強,到了恩相晚期,再度崛起,成為帝國的一大外患。 除了討伐鬼方之外,武町大帝也對其他一些外族部落發動進攻,其中比較大的部落有土方與僵。 方。 在這些戰事中,霧出一個非凡的女人,這女人就是武町的妻子。 正所謂根國不讓鬍眉,這位英知爽的女子多次出現在戰場上,指揮大軍作戰。 在因虛發現虎好的墓室,其中還有兩件著有虎好冥文的大童,這在古代是武力與權力的象徵。 一個女人死後,居然用大童來陪葬,可想他生前是何等的了得,何等的威武。 鬼坊繪敗後,西部的底,將部落紛紛歸附恩相,此後,帝國的西部總算擺脫了戰爭的威脅。 武丁大帝的武功還不止於此。 詩經,旅有一首詩者楊歌頌武丁,他被恩母,奮佛驚楚。 恩母就是武丁大帝,他曾向南討佛驚楚。 到了武丁晚年時,他還滅掉了兩個不服從的諸侯,一個是大鵬氏,一個是此為氏。此為氏被認為是古代霸主之一,與下代的坤吾氏一樣,是頗有實力的諸侯。 在解決了蠻族的外患後,武丁大帝把刀鋒對準諸侯,這是理所當然的。 我前面說過,雙帝國實際上對諸侯的控制力度是狠弱的,我懷疑武丁討伐鬼方時,並沒有得到多少諸侯國的支持。 他的想法實際上與當年的下結如出一切,就是要強化中央帝國對諸侯的領導。 後來孟子有一句評價,武丁朝諸侯,有天下,由運掌也。這句話說得特別好,形容得很貼切。 天下對於武丁來說,就像握在掌眾一樣。 他完成了三個十分間巨的任務。第一,振興雙帝國中英政權,就我們所知而言,他讓帝國得以安定繁榮,在政治上也不殘暴,推行人政。 第二,打敗了最危險的敵人鬼方,確保國家的安全。第三,剷除了最強大的諸侯,對其他諸侯起到震懾的作用。 武丁在位時間五十九年,在相待諸中興君主中,他的工業應該排在第一位。 也可易說,因相在武丁時代達到最強盛,這也是武丁被專位高中的原因所在,至少在因人看來,他的地位已經直逼開國君主承湯了。 武丁去世後,他的兒子祖庚繼位。祖庚尚能繼承武丁的位置,據說他還寫過一篇,高中之分,不敢忘記父親武丁的教導,不過這篇文章已經失傳。 早更去世後,弟弟祖庚繼位。 祖庚早年生活與父親武丁頗為相似,他並不是生活在宮中,而是到基層,與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,體而民間疾苦。 我估計這是武丁有意安排的,顯然武丁大帝認為這種短練是必要的,要是對底層民眾的需求都不了解,如何治理國家呢? 武丁大帝在位期間能施行人證,跟早年遊歷四方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。 對於一個帝王來說,當權力沒有外在力量節制時,只能依靠自己的道德水準與自制力。 祖庚上台依此,尚能克制自己,用、尚書、呂的說法,知小人之衣,能保衛樹民,不敢武寡。 他知道小民們的需求,能保護百姓的利益,幫助寡老友。 可視隨著時間的推移,祖庚漸漸脫離群眾,越來越貪於享受,政治也從開明變得殘暴。 到他統治的晚期,各式各樣的刑罰明目凡多,百姓願聲在道。 可易說,祖庚是因相帝國猶勝轉須的關鍵人物,他在位共計33年。 史記,清,帝甲淫亂,因覆碎。國語,則說,帝甲亂之,七世而穩。 把後來因相滅亡的源頭追溯到了祖庚身上。 祖庚之後的兩個帝王平淡無期,分別是新與康丁,在位時間都不長,不超過十年。 到母月清帝時,恩相的光榮與夢想已是漸行漸遠了。 而在這個時候,卻有一個部落晶晶日上,斬路頭角,這就是周部落。 為了帶來خر formidable。 回到說,一開始。 UVC的正確oure很正確。 休閒中,大和,現在跟與武器無法ย的戰略。 請問一下吧。 呃,先筒和歌手錄。 請問一下吧。 請問一下,請問一下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